Hello,大家好,我是Amy,来自Cancord,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那今天呢,还是在咱们Cancord北约克的Park Place社区,Park Place Community 那现在我站的位置呢,是在咱们的Seasons大楼前面,东塔西塔 那这个大楼呢,差不多在今年的6月份就要开始慢慢的进行入住了 那除了Seasons之外呢,它的旁边还有Season这两个楼 那有很多,刚刚搬到我们社区的小伙伴就会问说 Amy,那那个我知道咱们社区里面有很多这个健身娱乐的东西 但如果我想买菜,我去哪啊,这边有没有方便的大的超市呢 那今天呢,我就带小伙伴跟我一起去探索一下 咱们可以去到哪里买菜,买生活用品 OK,Let's go 那现在呢,我就准备把这个计时器开开给大家 咱们看一下具体开过去呢,要多长时间 好的,我们这就到了,大家看到没? 现在时间是4分半,我们把它暂停一下 你看,咱们刚上来这边呢,它就有一些这种半成品 半熟的东西,然后拿回家直接烤一烤热一热就可以吃了 这边它整个一片呢,都是卖这个,就是水果 大家看到各种各样的苹果啊,梨啊,然后咱们这边水果呢,还分比如说有机啊,或者这种普通的哈 然后最常见的,像这个西红柿啊,黄瓜啊,各种各样都有 这边呢,大家看哈,它有一些这个奶酪的这个cheese board 咱们可能就是,亚洲人平时吃奶酪不是特别多哈,但是在西方呢,他们是很流行吃这个奶酪 它就当零食一样,这样一颗一颗拿着这样吃 然后这个呢,它是给你搭配好的,有不一样的,比如说它有swiss啊,它有cheddar啊,或者有go cheese 然后配一些水果,然后这个是这种小的那种像面包干一样的那种脆饼 然后就搭配着奶酪,然后就当这种小点,然后诶,配一杯红酒啊,或者怎么样 下午茶跟朋友聊个天啊,吃个零食,非常开心 然后这边呢,您看啊,就是有这个冰柜的地方呢,这些都是就是新鲜的肉类 然后呢,它分这个,比如说牛肉,然后羊肉,猪肉,鸡肉 它会呢,把这个不同的肉的种类都给大家分好 所以呢,就是根据您自己的口味啊,直接到这个,这个这一块 那你想吃的肉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看,这边有卖酒的,就是,其实正常来讲,在咱们安省呢 咱们买酒一定要去LCBO,那是专门的酒铺,对 但是呢,lobulos呢,它也是有酒牌的 所以呢,它也会卖一些,啊,红酒啊,白葡萄酒啊,一些啤酒 大家看,这边是冰冻的,然后这边很大一片 以前的时候,我看还没有这么多呢,现在它们的种类越来越多了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您要是不方便去LCBO 然后就顺手在这边买菜的时候,拿一瓶今天晚上的晚餐就搞定了 其实就是,除了这些最基本的生活的饮食之外呢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很多个,然后我今天就没有都,就是一一都走到 其实真的,就是您平常,呃,厨房里面要做饭要用到的 各种的,包括调料啊,什么的 现在我刚刚看到有很多咱们,平时中国人,亚洲人做饭的那些调料 它们现在都有,非常的丰富 然后呢,大家看这边还有一些就是简单的生活用品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站式的购物 除了食物,生活的用品都能买得到,非常方便 然后这边你看还有一些婴幼儿的产品,奶粉 然后还有一些,呃,就是非处方药 比如说,呃,感冒药啊,这个止疼药啊 然后洗发水,护发素,牙刷,牙膏,漱口水,这些都有,非常方便 而且其实价格也不贵 在这个林道出口的位置呢,它还有一个就像花房一样的地方 大家看,有好多这个真正的这个新鲜的花 各种颜色的都有,真的特别漂亮 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些花呀,植物啊 那咱们的生活当中呢,都应该多一些色彩 好啦,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 咱们下次再见,拜拜